我用這種特殊筆劃去檢視童洲性教罪 因為童洲性教罪被認為是處的痕跡 但是因為性教罪立悲 處事樓已經去過了 沒有理由死了之後還能夠寫悲的 所以前面都認為是翻黑或者有些猶豫 我們看看它 這是童洲性教罪 童洲性教罪和岸塔性教罪最大的不同地方 是有兩點 第一點 岸塔性教罪分成罪和罪技 兩個碑分開立的 一個左讀 一個右讀 童洲性教罪是一次過 最後一個球件 整個碑一齊 或者大家都知道 在唐外用性教罪來落碑 是有兩者的意義 岸塔性教罪 童洲性教罪 一個叫朝廷子性教罪 黃銀的本寫 一個就是壞人雜王性教罪 我們見過所有雜王性教罪 一個是四個 將童洲性教罪和岸塔性教罪來做一個對比 我們看這本的字 比較柔軟一點 這本是方進一點 整整一點 一段爭辯的 有人認為這個好 有人認為這個好一點 人們喜歡姿態多一點 就說這個好 神法 人們喜歡那麼多姿態 就說這個方整一點 所以這個根筆更加強一點 更會比眼塔更好 但是這個怎樣看它呢 由於這個特殊筆劃的發現 我們覺得 我們可以說出哪個好一點 四時的四字 就是這個 這個也是交叉筆劃 這兩個對峙就好了 四時無形 前寒鼠以反應 這個形字同時我們都見到 這個無字在 這個學峰都見到斷了 這個位置 但是那個口薄啊 那個肥瘦啊 那個骨肉啊 就有很大的分別 那學的時候 學誰好呢 這個真是有些疑問的 這個名字這個呢 我們是很難理解的 如果單純片塔本 這個屈曲 但是呢 在難合善教罪裡面呢 我們看到都同時的屈曲 但是沒有那麼誇張 我們知道呢 是一個破風的筆做出來的行動 這裡的斷筆其實都很有趣 但是同舟宣教罪呢 已經逐漸了它一點 利物的凌智 難合善教罪呢 這裡一撇筆有兩點 在同舟宣教罪呢 又是誇張了 還多了一個大點 但是我們這樣看呢 因為我們覺得呢 同舟宣教罪呢 它冤言是應該由 岸塔宣教罪去做出來的 有了這個才有這個之後 那我們呢 又再找兩月呢 是盡禁來對比 這個是岸塔宣教罪的盡禁 這個是同舟宣教罪的盡禁 那我們嘗試看 蕭襯之年 那個是岸塔宣教罪的盡禁 那是岸塔宣教罪的盡禁 是岸塔宣教罪的盡禁 和難合本的對峙 都是斷筆 這裏以下的兩頁 我是認為同舟性格罪刻得最好的兩頁 刻得最柔和 最柔和 最遠轉的 你看奧錦肯成這個肯字的地方 刻得很柔軟的 這幾個字也是刻得很柔和的 沒有那麼鋒利 也沒有那麼肥 是同舟館最近眼塔館的 那道字這些也將它誇張了 你會發現到同舟館 全面來說比眼塔館肥了 那你猜是為什麼呢 即是眼塔館塔的時候 可能塔了個肥厚的版本之後 同舟館才再黑 因為在塔的時候落墨的輕重 可以令到塔本出現肥瘦線條不相同 日本有個師道巨像金井寧樹先生 他寫了一篇文章 《失意的書法作品》 他就說一位書法家 如果要做一件作品的時候 我會做幾件 他就認為同舟性教可能是另外一些副產品 即是說不是最後那件 是其中之前做的一件 那這個我認為是不同意的 為什麼不同意呢 因為做的時候沒有剛剛那麼像 封字這裡的破筆 這裡的地方特意有寫破筆 每逢去到某地方都寫破筆 這個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同舟館是由萬塔館複製而成的 如果用這個特殊的筆劃來看 在全世的柱塞梁 墨跡陰陀經 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在這裡 我想大家在道字這裡 著意來看一看這一筆 這一筆這麼肥美的納筆 很豐厚很飽滿 這些就是特殊筆或者斷筆的現象 這兩個字特別清楚了 其實不少的 很多的 如果就筆法來說 我們來看殷符經 是真的傳到柱塞梁的筆法 但是是否柱塞梁的真跡呢 這個就有問題 因為殷符經最好這個結閒是喜居郎 喜居郎這個職官 是柱塞梁四十五歲左右的職官官位 他早期寫的作品 但是用晚期的風格 原來柱塞梁成熟的風格來說 應該說是在很晚年 五十一歲 五十五歲之間 這個時期 在他做喜居郎這個時期 原來柱塞梁還不是寫他後期的風格 他寫後期的風格 要他見到王羲之的真跡 為唐太宗檢視王羲之的真跡 之後呢 他才得到特別的啟示 他後來改變了他的風格 這個也是我上次的講座裏面 特別提到的 那柱塞梁呢 那柱塞梁呢 滿元的地方 我們說他的破紋筆 很多破風 可以知道他用很尖細的毛筆 但是因為附近他不破風的這些紋筆 那知道他所用的毛筆也不相同 那我們看看夫士夫 夫士夫被認為是處罪了一個難聽罪 《窮羅兒門學無謀丁飛機相遙落》 這句語訊的文章很好的 《適戀兒樓依依漢男》 《金康遙落棲創江湾》 《事後如此人何以堪》 我們剛才一讀到這些文章 很感慨 很歡喜讀的 主席梁就寫這個 是形成了一篇大的作品 那我們見到那個《樺》字 那個《乃》字 這些碎片 這些《葛》字 這些《樺》字 這些《鎮》的線條 是他這一家的風範 是他寫的 但另外一件 被認為是處罪良的塔本 《太宗民皇帝哀冊》 就沒有這些現象 因為這件作品 前人一直都認為是米林 認為是米忽的林本 有些又認為是 不是處的真跡 所以他真的沒有這些 特殊筆劃的痕跡 他的筆劃比較簡戀一些 當然我們都可以這樣說 這些是處的早期一些的作品 即是唐太宗死的時候 我去追溯署良書法用筆的傳承 即是說究竟在前人當中 有沒有這些痕跡呢 這個我覺得是相當有意思的 我在《王氏一門書汗》裡面 和《王氏一門書》的尺度 和《十七帖》裡面 如果你是沿著十七帖 或者你留十七帖 你不留意裡面這些破風的話 你會失落了一些東西 那我們看看 這些是十七帖裡面的雙重筆 這些是破風 這些是十七帖裡面的重視 這些地方 如果看這些地方 你無論用我們現代的筆 怎麼做都做不到這些效果 你會覺得是不知怎樣埋手 但當你了解用什麼毛筆 來寫寫到這種效果 你用現代的筆 就不要求寫這個效果 你就會要求第二種消風 這個是初月鐵 我都知道的初月鐵 這些是很多破風的 但因為這個不是真跡 這個是毛管 有時大家可能會問 會不會毛管的時候 多了這條線條呢 但這些毛管是很細膩的 可以說是下增積一等的 連這些破風都見到了 這類的點擊破風都見到了 在十七帖裡面 這些也是 這些是十七帖裡面的例子 中廟這兩個字 我想能夠十七帖的朋友 每個都會留意到 這個是黃氏一條絲漢裡面的 因為我看到它的碎點都很特別 所以我著眼勾它出來 它不是黃氏枝 是黃氏枝的後人王辭 這個是南北辭的書家 這些地方都有些破風 這邊呢 是太晶納鐵 即是大官鐵 大官鐵裡面這類的破風是很多的 這些都是破風的 這些都是太晶納鐵 都是大官鐵 這些我們以前不會看的 我們以為是悲黑黑爛了 現在我們知道這些碎點 是它著耳黑出來的 這些都是著耳黑出來的 這些都叫做碎點 是平留在這裏 柳然間再提筆再起 這些是斷筆來的 這個都是太晶納鐵 這些混風的地方是柱的特點 這些斷筆這些都是柱的特點 這些柱的特點 原來在黃氏枝裡面 已經形成了很多 我為何突然間會找回集合性教呢 以前在集合性教裡面 我們都留意到一些破風的位置 但沒有留意這麼多 但有了眼塔性教教的啟示的時候 我就想起一句說話 米忽的好朋友施少爬就說 他說難停真面你要去沉的話 最好沉索的地方 就是在集合性教裡面 你找唐人的雜誌 唐人是第一手資料集它下去 如果那裏都有的話 那些就是難停真面的人 於是我就在這裏面去沉 那果然間發覺 這個地字這些是一些斷筆 這個破風筆呢 有時認為是清底清粒不夠的 其實原來不是 原來是它著的黑 來留下這個黑線 是一個破風位 這個都是破風位來的 這個都是破風位來的 啊 方父佛道純虛 這一點我找到之後 開心了兩萬 方父佛道純虛 這一點就是利字的一點 這個佛道的動字 就是認為是斷筆 斷筆的原因就是 那塊石呢 是很實正的 挑不到 挑剩了 現在我們知道不是 原來王虛之死的動字就是這樣斷筆 大教的教字這些破風 這類的破風呢 如果大家找一本集團聖教 更漂亮一點來看 你會越看越開心的 你會找到很多很多出來 這個詞呢 這個詞的破風很明顯地在集團聖教 但是呢 啟工教授說 這個詞其實是出現在蘭廷墜 但是蘭廷墜沒有了這個破風 所以蘭廷墜的無本呢 還未去到百分之一百 因為它無漏了兩個破風 一個破風呢 是個 其中一個 漢字 撫養之間 以為陳積 另外一個破風呢 就是積字 積字那個蘭廷呢 在集團聖教裡面有破風 但是在蘭廷裡面沒有破風 其中教授是說他們暴漏了 是的 這一點 這些就很明顯的 但這一點呢 以前我們認為是普筆 現在我們知道它和符列和靈字呢 是一模一樣的 那有些字列的收藏家呢 不明白這裏兩點 他特意找墨呢 是重了一點點 你看到其中的一些塔管 只有一點點而已 那一定要看一下唐太宗 因為唐太宗呢 因為唐太宗呢 和儲世良論書的 唐太宗又能夠見過這麼多 和其節的真跡 那我們唐太宗的進詞銘 是他五十一歲的就份 一見就即是見到這些破風了 看溫泉銘呢 也都有這種情況 但是我們看到山字的破風很明顯 一落不一扣就破風 這些一落不一扣就破風 那見到這些呢 我都還不夠高興 最高興呢 就是這個塔管底下呢 有個表邊的地方 有一個人用這張破風筆 來寫了兩個記號在這裡 這一件的塔管 現在呢 在法國巴黎的圖書館 是當年呢 被白熙和 在黃道士 在東王石室遷佛洞裡 拿了回去的 那現在呢 那這件的作品呢 很精美 那時候呢 林德鴻先生呢 特意拍了一個很漂亮的版本給我 就是呢 連這些也拍了 那那時候我不懂看 你會覺得這些字呢 沒有什麼用的這些字 但是這次這個研究的時候呢 就看到 就在他這段時間裡面 有個人呢 就用這樣的破風筆 來去寫這些環環 來寫這些 一寫下去呢 這個字我不懂是什麼字 有可能是索字漏了三點 這裏不知道是否是原字 但是見到呢 筆都見到破風 這些筆全部都見到破風 那這些破風是幾時的東西呢 原來就是永輝四年的東西 這樣才有趣 因為在溫泉領最後呢 有個提款 是永輝四年 8月30日 圍谷果蜜園 圍谷虎果蜜園 那這個永輝四年呢 就是公元6.53年 就是次數留寫眼 及四大月那年 即是那年呢 有個人親自用那支破風筆 然後他瞭了幾秒 留下來就這樣 那再看看呢 就是 昇仙太子碑 武則天 儲食良呢 因為呢 圈奸唐高宗 吳好立武超儀為皇后 結果搞到頭破血流 最後貶官 最後貶死了 那這個人呢 應該是一個大對頭 那但是呢 武則天不簡單 第一個女性用草書來寫一個 這麼大的碑 這個是劃時代的這個 但是她用的筆 仍然都是用賀峰的筆 這裡都見到很多了 但是呢 看工教授呢 不喜歡這個筆的字 他說這個筆呢 是一種呢 是 壞的一個感覺 他覺得不喜歡 他說壞的感覺 他說壞的感覺 他說 這個都會有破風 這個自己一堆的東西都寫下去 那這本書呢 是另外一個很大的啟發 這本書的住者 李善志先生呢 是一個青島的筆工來 他做筆的 但這個筆工呢 那個學問很好的 他是專為幾個書法家做筆 而做到那些書法家呢 滿意到呢 是要當他做朋友的 那其中啟工教授呢 就是當他做朋友 啟工教授每次一做筆的時候呢 叫他做 是做二三百支那樣的 認為他做的筆呢 寫出來是適合的 那在這本書裏面呢 他提到就說 原來王羲之呢 當年曾經用那種叫 宣誠諸葛筆 宣誠就是業在的安徽 用那種安徽做的筆 這家人呢 是姓諸葛氏 那這種筆呢 個特點的地方呢 就叫做散卓筆 什麼叫散卓筆呢 散卓筆就是 只是有筆頭的 原來我們現在做筆 是分開兩重的主要 一重是筆柱 一重是筆皮 筆皮要來索墨的 也要來包含著它 令筆柱不會那麼容易散封的 但這種散卓筆呢 只是有筆柱就沒有筆皮 所以一大力一壓的時候 就變成散封的 那這種筆你猜近現在的什麼筆呢 我當時都搞錯了 叫佩茲找杭州的人 專做一批 原來做錯了 我後來再鑽研下去的時候 發覺這種筆呢 就是業在的描線筆 即是龜筆 或者是點煤筆那類 龜筆就是最近次 你去買一支中龜筆 或者買一支大龜筆呢 就是這麼小的筆來寫柱塑料 就是那種效果 當然宋代唐代的做法 可能未必相同 但就是近似這類的做法 很小的筆毛 風不長不短 據蔡商所講 越長越好 但那些筆毛要入多些 到那個筆館裏才行 如果不是就不夠短 那跟著呢 我又看一篇文章 就是講到 是蔡商圖生帖 以北宋散卓筆 這個是台灣故宮博物園 何延全先生 他是台灣故宮博物園的研究員 他就在台灣的故宮文日園刊裡 發表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這個圖生帖是這樣講的 他說河南公書 河南公書 非散卓不可為 非散卓不可為 色常為兩管者大佳物 今上史之也 他說河南公的書法 如果你不用散卓筆 他寫不出的 曾經以前 你送過兩支筆給我 好到不得了 我現在還用著 那這個河南公書 是誰呢 我們學書法的人 一想就想到是儲何南 就想到是儲誰 但是何延全先生 他沒有想到 他以為是宋朝人 但是他這些文章 給我很大的啟發 他雖然間誤會了 以為是宋朝人 但是因為他揭著這件事 是令到我找到一個證據 他說在蔡商的時期 是證明到儲誰用散卓筆 是用散卓筆 這個是圖身帖的下站 後面這些筆 這個封網用得很尖銳 這些地方用得很尖銳 對比很強的 如果上一章我們說 這些地方是很見到破風的行跡 這些見到破風的行跡 這些容易見到破風的行跡 根據何延全先生所說 他說出宋代很多人 是喜歡用這些筆 其中一個最聞名的就是歐陽修 歐陽修在這篇尺寫給 端林市的流海 這個其實是司馬坡 不是寫給蔡商 雖然蔡商都是做端林市的行跡 但是不同一個時間 這個是放大的 我們看到定文這些字 就是很多破風碎點的行跡 和斷筆都在這裏 這一行很明顯見到這些破風 這些破風 很多的碎痕 很多的碎不痕在這裏 很多的碎不痕 我們見這個地方 法國島是和運筆方法有關 和它那支筆尖不是很離紙 它不是滴得很高 它是碰著把紙去寫的 那和這個有關 那中間那幾條牆 那幾條筆墓 就會碰到張紙形成這些碎風 蔡商的山堂跳 很準拾 這個山堂跳 都有碰到很多風 這些也都有碰到小點 他多了很多這些藍杂的東西 多了很多這些細碎的地方 這些細碎的地方 他好像下了這一筆之後 再過來這邊勾過來 再跌過來這邊再看回來 他下了筆之後 他的封是笨了這麼多 還看著一張紙 才再寫過來 這些花字這些 寫完這個藍材 再看著這些地方 才再寫這個圖筆 因此除了毛筆有關之外 混筆的方法也有相關的地方 林琴帖或者叫做蒙蔚帖 我們看到這些特別的尖峰這些地方 蔡西歐筆記裡面說 他說散卓筆要長深的才好 長深的散卓筆就好 他喜歡用長深的 所謂長深的是什麼呢 就容易爆風 但是長深容易揮雲 容易尖銳 我們看黃張韓食表 有很多臨過的朋友都知道 這些牽絲是很特別的 很幼細的 這個花紙繞了兩下之後 才繞上去再寫一些點 因為牽絲很明顯的 這些都是散卓筆做出來的效果 即是中間有幾條毛 原來做散卓筆中間最好有三條毛 那三條毛是要特別一些鼠的毛 那北京的記載說 那種叫做飛鼠筆 黃喜之中要用 那種飛鼠呢 據後人的研究就說 可能是一種油鼠 能夠飛船走壁的 其實不是真的飛的老鼠 但是呢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是真的 因為這些都是記載 實物沒有留下來的 這點好啊 以上都差不多講完散場的情況 以下我就用《硬合性教罪》 來看一看蘭婷罪 蘭婷罪我們現在看這個叫做 《逢勝送無本》 實際上前人叫做《堂無本》 或者前人更加認為是《儲無本》 這個是《硬合性教罪》破風的例子 《藍庭》現在最好的印本 一個彩色印本就是《二元社》的印本 另外《上海書畫社》的印本都印得不錯 這個是1963年的印本 是柯羅瓣印刷大的開本 但印得很清楚 那我們先看它的破風 這些都是大家常見的文化 《硬合性教罪》裡面的斷筆 除了這個點之外 這個地方就是一些碎點 這個環劃是由幾點碎點總成的 在塔館裡面看得不清楚 但在石館裡面看得很清晰 《蘭庭序》裡面的仰觀宇宙之大的仰字 一個斷筆 信可樂也 那個可字呢 當時我們就以為是補筆 以為先寫了這個環劃不夠長 再補一點 來去補足個空間 現在我們的理解呢 認為這個是斷筆來的 不是補的 一寫的時候就是從這裏 寫在這裏 然後不是 έχ的 在這裏 自己在這些太空間 這是要うらhad 系統在我